上消化道摄影是一種特殊的X光檢查 其檢查的範圍包括食道、胃、十二指腸以及小腸等 此項檢查可以觀察到消化道蠕動的情形 同時藉由咸吟背劑的附著 可以將消化道的黏膜狀況表現出來 因此對於潰瘍、腫瘤或發炎反應等變化 是相當好的診斷方法 試音症包含 偵測不明原因的血便、吞咽困難、胃酸逆流、嚴重消化不了 評估上消化道發炎性病變或潰瘍 診斷食道、胃、十二指腸及小腸 阻塞、息室、螺管、腫瘤等病變 懷疑食道、胃、十二指腸及小腸 有先天性異常、潰瘍、狹窄、慢性變形 善氣、息肉或其他病變症 食道、胃、十二指腸及小腸 手術後的追蹤 食道、胃、十二指腸及小腸 定期健康檢查 請問陳怡婷先生不在嗎? 我就是你 請問你的大名出生年月日 我叫陳怡婷 生日是80年7月21號 好的 已確認你的身份無誤 那現在請你到更衣室更換衣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請問是陳怡婷先生嗎? 是的 那為了病人的安全 再次合對你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 我叫陳怡婷 生日是80年7月21號 好 那你今天有進食六到八小時了嗎? 有的 我從昨晚十二點過後就沒有再吃東西了 只有喝一小口水 好 那我手上這個是待會會用的對比劑是背劑 麻煩你用左手拿著 待會聽從指令做檢查哦 請你稍後一下醫生就進來了 好 先生你好 這個是放後戲 等一下你直接吹下去 不要含下血管 然後這個是水 GAP page你直接吹下去 現在先含一口對比劑 含著不要吞 然後都含吞再吞 OK 好 先生現在可以吞 好 現在稍微向左側轉一點 好 先生 現在我們再喝一口對比劑 然後含著不要吞 然後含著不要吞 然後都含著再吞 好 先生現在可以吞 好 現在檢查結束 可以準備下來 先生檢查已經結束了哦 請問有哪邊不舒服的嗎 不可能啊 那這幾天大便會白白是正常的 請不用擔心 那回去多河水以利於對比劑排出哦 那請自便離開 請自便離開 檢查後注意事項 檢查後的二至三天 排便會因為背劑的關係 而變成白色或灰色 偶爾會有暫時性便秘 須建議受檢者多喝開水 也可以服用緩泄劑排除 檢查後若有任何不適 請與原來門診安排檢查的 主治醫師聯絡詢問 若是持續發生便秘 腹障或其他不適 請向醫師詢問 檢查常見疑問 問題一 為何要吞食發泡劑才能檢查 發泡劑會轉化成空氣 使胃的腔勢長大 可將胃的各個部位檢查得更清楚 問題二 為何要吞食向奶昔的背劑才能檢查 背劑是一種鮮飲劑 當它通過腸胃道時 可將病變顯現出來 問題三 吞發泡劑時 為何只能喝一點點水 喝一點點水就足夠使發泡劑 轉化成空氣 腸大胃部強勢 如果喝太多水的話 會影響背劑的附著效果 從而影響檢查結果 問題是 若是不想接受上消化道攝影 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治療方式 另外有胃鏡、藥物治療、電腦斷層攝影 可以做選擇 請與你的醫師共同討論 選擇適合的治療方式 問題五 誰不可以施行上消化道攝影檢查 經濟症包含 食道完全閉鎖 腸胃穿孔 內臟破裂 大腸塞 病人昏迷 以及對背劑過敏的病人 問題六 上消化道攝影檢查有風險嗎 沒有一項檢查沒有風險 因嘔吐造成背劑及食物殘渣吸入 引發吸入性肺炎 需立即就醫 所以有案例對背劑產生過敏反應 但極為罕見 另有其他罕見的病發症 如背劑陋置腸內血管、腹痛、腹泻 以及細菌感染等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